大家好 我是大MBK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 年前2月5号的时候 苍蝇混沌效应的研发公司突然宣布解散 我还具体来看 来来来 新春大玩家买我的产品 我们公司也不会打击 过年我爸妈跟我年终奖发了多少 我说今年特别多 迷茫年都多 震惊之后就是迷茫了 刚毕业不久 然后就没有工作了 但他的员工竟然在过年期间 回来自愿的更新游戏 我听说他们有在麻将做改代码的 有一次更新公告 没有人做本体化 然后我去监修了一下日语翻译 特效同学在采访外边拉了一根瓦线 现在在采访外边 方式更新 这两天听说他们的公司竟然复活了 饭店开业去擦一下去摊一下 用那个来挣钱 然后来这当帕� 我们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03年加入游戏行业 05年开始做动作游戏了 在盛大的时候就开始做功夫小职 接着我也做了Date Black Online 在腾讯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款DNF Black的游戏 我们这公司是2014年 然后厂长从腾讯带着一堆志同道合的朋友 搞了一个Demo 就是我们2014年就做的苍翼陌世录 有很多投资人觉得还不错 91cc的公司就开始成立了 我们第一款游戏苍翼资认在发布的时候就获得了 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推荐 获得全球数以千万计的用户的支持 然后我们第二款游戏做电机文库 零零交错 也是获得了很多行业内资源的支持 让我们一度看到了 这个游戏有能够成为当时20次元里面 IP游戏的头部的产品的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可抗力 然后让整个团队的发展就走入了另外一个路径 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 某个巨头裁掉了它所有的游戏部门 导致了我们这次融资其实没有如期的完成 第二的话呢 合作项目也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部分 导致它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预期去获得收入 能够从用户那里获得收入的 参与混沌效应 销售收入也不容乐观 这个同事就正在玩我们的游戏嘛 我们的游戏是你在推进的过程中 会获得不同的这种技能跟动作和操作 就你会越往后面打你的动作 你的连绕会越丰富 在EA的版本转到正式版的时候 我们倾向于去做一个更大的改动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又给不出一个 能够很好的去解决 EA存档兼容性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用户就会形成第一层的愤怒 就是我辛辛苦苦玩了几十个小时的存档 你在正式版中它没有了 而这种愤怒的情绪就引起了很多 EA用户在我们发布的第一天 给这个游戏差评 那这个差评就直接导致了我们进行好评率 从95% 一天之内跌到了70% 1月31号 作为我们春节间发布的最晚的时间 那其实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这个时间又是由于我们前面说到的 经营上的问题导致的必须要发布的时间点 那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我质押了一套房产 换来的银行的贷款 就加上公司现有的现金一起 就可以在春节之前 让大家就可以拿钱回家 然后在2月5号这一天 我们进行了全员的潜散 这位就是我们的主程序 超野 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 您好 我来公司10年了 应该差不多算最早创业的那一批吧 挺意外的 因为在得知这件事之前 我一直觉得公司的状况还不错了 我们不是项目刚上吗 才不到一个月 公司就直接成这样子 过年我爸妈跟我年终奖发了多少 我说今年特别多 迷茫年都多 今年1月1号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文书庙 当时许了一个月 就是希望能够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我没想到在一个月后 以这种形式给我实现的 震惊之后就是迷茫吧 也不知道接下来是个什么情况 我觉得质量这么高的游戏 如果都没有办法 执政我们公司回下去的话 我有一点就是看不到希望 厂长在这就宣布公司解散了这个事情之后 又开了一个项目的大会 然后厂长在上面也说了一下 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考虑不要冲动的 盲目的去做出一些决定嘛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对项目还有希望 对公司有希望 还能信任我 然后就可以在第二天来到公司 他当时指说如果你愿意来 然后第二天你来 然后我们年后会按照成都市最低工资 给你每个月发放你的最基础的工资 肯定会有影响 因为我就是那种在山顶买房的那种大院总 然后就每个月房贷还挺多的 加起来都有8000多 我跟他差不多 但是我提前还了一份 所以现在少一点了 就我们三个毕业还不到一年 连社保都没有交够一年 那个1800的补助金都拿不到 他们还领不到 只有我了 你 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我觉得来自家庭给我的压力 其实也挺大的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都没有跟家里人说过 我到现在我家里人都是不知道 他们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公务员嘛 他就会到时候会跟我说 他说当时让你回去 说什么在老家干公务员 铁饭玩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我就很烦听这种 我就直接不说 就搞定了 说了肯定就会 说了又可能 对 早告诉你 你不听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年前解散了嘛 今年年会肯定没有了嘛 然后大家一起吃了个三伙饭 吃完东西 然后一部分同事他就先走了嘛 然后我们后面去喝酒 有同事先走的那个时候 我就有点绷不住了 然后我就和他们道别的时候 就直接就绷不住了 就开始哭了 然后他看见我开始哭了 然后他也开始哭了 我记得我们喝酒的那个地方 就干啥的都有 有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的 还有在那儿打台球的 然后唱歌的唱歌 然后还有在边上开复盘会的 那边有一排凳子 然后都坐了人 然后大家都这样手上拿着一瓶酒 我就说这个东西 他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就搞错了 对对对对 还有哪个东西 他其实就不该这样 他该怎么搞 对对对对 这种写安全 我写起没有做个好处 我写起来想 来来来 新出的玩家买我的产品 我们公司也不会打击 也不会倒闭的东西 我操你别人 没倒闭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倒闭 我觉得这个当时是非常触动我的 在那种情形下面 都还在想着是 我要怎么把BBE做得更好 我觉得我操太牛逼了 然后常常的一天是第一天晚上开播 然后我就回来 我还要旁边跟李师傅两个人看着查查直播 因为我需要去直面我的玩家 告诉大家说是 虽然我团队潜伤了 但是我还在去继续做这款游戏 我没有放弃 我还会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好 那那天直播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在线可能最多时候有两千多吧 然后看过了可能 好几万的 对 你记得好几万 玩家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 其实都是很正能量的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停下去 希望我们不会就这样真正的解散了 希望这是一个玩笑 虽然说我们经历了团队潜伤的这样一个坏消息 但是我认为结束意思开始 厂长从2月5号开始直播 就很多人看到了那个图 他会说这个GST送厂长一个人了嘛 什么厂长加球 雇佣者 这个哪个字 就看到雇佣者这个词 团队很多人都觉得很乍眼 就他迫不及待想蹦出来说 我也干的 就说有我了 虽然把我潜伤了 就从厂长的角度来讲 他就是把这些员工潜伤了 这些员工跟他没有关系了 对 那从员工的角度他不这么看 就他觉得我拿了一笔钱 我账号还在 电脑还在 对不对 我工程都还在 我想干啥就干啥 我还是这个游戏的制作者 往年可能过年的时候 我们还更平静一点 大家都要过年 今年过年群里面可热闹了 大家都在看玩家的反馈意见 怎么改 然后各种更新 比往年更热了 我住的离公司比较近 我就是从我们遣散开始 就一直到大年初四 每一天我都会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 你能不能到公司去帮我开个电脑 我远程连不上了 过年反正我在家里更新了三次 有支持 我主要是做新的阿娃娃小儿的皮肤 然后要保证皮肤心上 因为农年出了一套新的皮肤 我那个内网我一直配不好 我跟你说死循环了 我要配内网 我先需要用内网下一个东西 但我没有内网 我就下不了东西 11点钟到家 然后我看有回复了 然后我就去配环境 然后改东西 然后就折腾到5点多 然后这凌晨5点多 然后把东西交了 然后交了之后 因为那个环境还是没配好 我的Unity打不开 我只能是脑侧 我脑侧感觉没问题了 感觉跑着跑的时候对了 我有在那个电信营业厅 借用人家的电信营业厅的电脑 我记得还有QA 反正在车上 也是远程桌面 就是一帧测试 一帧一帧的播 那个画面一帧一帧的播 因为车上信号不好 同事给我发照片 这照片是个菜板 上面有半只鸡和一个菜刀 他告诉我旁边是电脑 一边在这儿剁鸡 一边在这儿干活 一边坐年 一会大年出息 还有一个程序是 一边是麻将族 对 一边坐鞋 一边是电脑 这个就是我们春节期间 大家自发组织做的最大的一个版本更新 都是我们春节放假期间 然后大家自己在远程办公室一起做的 所有的那种 我们在春节期间 我们还陆陆续续发布好几个补丁 2月13号的那个版本有28项更新 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私底下聊的 我都不知道 对 我就是要把这些制作者的名字写出来 就告诉玩家 就我们就是干的 所以就是从2月5号到现在 这才短短的20天 就把我们的员工就逼出了很多才艺 就在那里学习视频剪辑 当时的想法是 就是能不能游戏出圈一点 就是让动作游戏之外的玩家也知道这个事情 最抽象的 我本来是我们公司的社会官策划 然后我记得有两三个月公司 就是这个项目的影响是我这样的 我经常去做主播 帮忙去播一些稍微硬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还是希望游戏的 就是深度能够被更多玩家所知道吧 我们有一个美术同学 他是很内向的人 在解散之后直播带货 然后直播和视频的数据都还可以 在B站上直播 直接套了个皮 对对对 直接当皮套人了 他比较内向就套了个皮 他知道他发一个整活的视频 我印象很深 他那天晚上都快12点了 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写文啊 我都惊了 然后我就帮他写行了 然后他我第二天早上出来起来 他2点40的时候给我说视频做好了 有一次更新公告 没有人做本地话 然后我去监修了一下日语翻译 这种共同的经历 其实也就让我在整个春节期间越来越有信心 然后我们的这种团队的努力和信心 也从用户那里获得了很好的反馈 Steam页面下面 你发现里面有好评也有建议 都是就是玩家是他们很中肯地用他们的力量想要帮助我们 我有时候都感觉这个玩家是不是我们成了我们边外的测试人员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小哥 他会去所有关于参与混沌效应的视频上 去帮我们去维护评论 然后帮我们去收集意见 然后帮我们把所有的那些关于这个游戏改进的建议整理出来 然后结合各种的就是思考 然后去形成一些给我们的方案 那这个台湾小哥 他因为他自己又会日语又会英语 帮我们就做了很多就是全球化的一些工作 就是有的玩家他非常的热血 帮我们在维护着我们的那个和玩家沟流交通的群QQ群 然后在里边不断地收集其他玩家的那些问题和建议 整理好了之后发几千至上万字的这种小文章 给到我们公司 给到厂长 让我出动最深刻的是一个叫星恒的玩家 他说他是大四毕业的学生 如果需要的话立马飞过来 不要一分钱为我们打白宫 奇迹发生了 我们的好评撑撑撑撑撑撑往上涨 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从70%的经济评价又回到了90% 然后随着好评率的上升 我们的销量逆似上扬了 我就跟小岩在合计 我说可能转车点来了 那我要问一下你们现在大概总共是卖了多少套 这个方便讲吗 方便因为我们对外也在公布 我们在前几天已经突破了35万套 就现在我们跟玩家一起在想40万努力 35万套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我们就是因为Steam会收30%的分成 然后我们一般折扣的时候 折扣下来会60块钱左右 所以一套差不多40块钱多一点 所以35万套就1000多万 我算完了我就跟厂长说 我就说我们现在的利润 不叫利润叫毛收入 对 就是一个大家温饱的状态 把它收回来 就大家不至于那么窘迫 然后跟他说我说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部分收入再给大家招过来 再搞几个月之后 如果没搞成 就真没有了 这房子就真美了 他嗨起来了 非常兴奋 就跟我说 那搞啊 最差不就一套房子吗 就知道还能把大家找过来 再搞几个月 就兴奋起来了 他一兴奋起来 我也兴奋起来了 然后但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跟大家说 就当我们后来去跟大家说这个事的时候 听到这个事情的人也都嗨起来了 就他们没有听到这个钱只是一部分 也没有听到可能只能干几个月 他们听到的就是还能干 大家还能够回来一起干 还能干 居然还有钱 对 出三还是出四 接到李师傅电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的 要比之前的基础公司要好很多 反正当时就是常常打个电话 然后就通知我一下 说复活赛打赢了 要不要这个干 我说我肯定干 能有这样一群人一起做 大家都想做的事情 真的我觉得好不容易 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自己反正从公司情况 还有从我自己的情况 我想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继续陪着船长干这么一年 还是愿意去拼搏一下 努力一下 我也会尝试着说 去做一些副业什么 来解决我自己的经济问题 我觉得当时他都问我要不要 周末跟他一起去跑日节 哈哈哈哈 他说去婚礼唱歌 他还抱歉 比如什么日节的 吉他手啊 日节的乐队 去的什么婚庆公司 什么饭店开业 饭店开业去唱一下 去摊一下 用那个来挣钱 然后来这当帕鲁 我的大学专业呢 是视频剪辑方向的 我也可以在网上去接一点单 游戏是很有希望的 团队是很有创造力的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能够把这个游戏做到我们理想中的样子 很幸运我们在一起创造出来了令我们引以为要的游戏 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 现在 920再次启航 希望我们接下来充满热情 保持沉睡 追逐理想 共创挥火 我们首先就是会继续的优化PC版的体验 因为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游戏中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内容 或者一些想要追加的内容 是我们需要持续去做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会去把游戏移植到手机上 并争取发布到主机上 那这款2024年 就是会继续专注的去做 仓意混沌相应这款游戏 让这款游戏最终能够成为我们理想中的样子 并且让更多的玩家能够体验到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能够去筹集更多的资源 能够去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强 然后在未来能够去做出更好的产品 其实我是很感谢在那之后 还有之前支持我们的玩家 很多时候就看到玩家的 他们的那些做的事情 然后包括B站上玩家自发的 发一些视频 会让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让我觉得说 这个行业能够有这么多热爱游戏 热爱我们游戏的玩家 是让我觉得很幸运 我觉得国产游戏 他以后还是能够做得更好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三连的鼓励呢 如果你觉得做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 直接来跟我讲 哪看到的 我都没看到 旁边同行 他看过去 反正后来 反正后来 我们在哪 咱们发的 我们在哪 咱们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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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些 鱼 桜 琛 好 好 哎 他也 Karma 怎么了 高咖 看 没